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我是G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歡迎繼續收看伊豆豬島的小島系列 上一集應該是我們在星島三年兩夜 結束那邊的行程 然後剛搭船來這邊 這邊叫做世耕島 基本上在新島的隔壁 然後也是屬於東京都新島村 民宿老闆娘介紹的店 啊 超餓的耶 十二點多了 一下船已經趕快來吃東西 好 先吃還有一個鮪魚排 吃起來跟肉排沒什麼一樣 一樣 不說也不知道它是鮪魚 不過 調味很好 跟所有的島一樣 很多店都不會開 所以 像我們民宿就很好 他就先幫我問 有沒有開這樣 然後給我很多資訊 很溫馨的一家店耶 就進去還要換鞋 脫鞋 好好吃 對 很好吃 怎麼都對呢 對不對 要往北走 往山上走 我們現在要走回去 那個島還蠻 目前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就那個港一進來的時候 像是一個很像避風港 應該是要講嗎 天然的一個 對 天然的港 然後再沿著就是 山路上來之後 他會進到那個村落裡面去 目前看起來覺得很溫馨 再去就是海水浴場啊 還有一些 這邊著名的景點看一看 今天天氣很蠻好的耶 還蠻好的 因為著名的景點呢 除了海水浴場之外 還有就是 又是免費的湯 還在海邊 我們是待一個晚上啦 等一下就 等一下跟隔天早上還可以再去 OK 這警察局有很多植物 警察局其實是很厲害的綠手植 對 剛剛有向日葵 然後這邊有切牛花 小黃瓜 一個晚上還好 我覺得OK啊 超新的 超棒的 好 嗨 哈囉 我們要去海水浴場 媽媽 到了 這邊最有名的海水浴場 這個破 頭馬里 這個很天然的港口 港灣的感覺 但是現在是海水浴場 波好大 天啊 那邊浪很大 然後一進來就是 微微的波 就很安全 就很平靜啊 很平靜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 小朋友很危險 一個天啊 我們會不會 我照慣例下水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拍 那邊是有人浮潛過去啦 看一下那邊有什麼東西 好了 那你可以在岸上休息一下 掰掰 你要看著我出發是不是 看一下 超悲 可是感染水蠻清澈的耶 對啊 水是很清啊 看超悲 那邊很大條 這麼大條的耶 它不是珊瑚礁 但是是那種感覺是可以適合來釣魚的地方 因為魚都超大隻 感覺是可以吃的 對耶 會不會是那個四根鯛啊 會不會是 這邊的鯛魚嗎 對啊 有可能 就給人肉質肥美 怕人超大的 超多隻 對對對 你覺得天氣還蠻舒服的嗎 風很大,很涼啊 這邊風也是蠻大的 對,這邊風蠻大的 現在我們要去溫泉嗎?還是要去... 你要吃冰淇淋 會經過 先去吃冰淇淋 有下水,覺得精神變很好 有玩到有休息 有玩到有休息 我覺得就比較度假的感覺 不然下一集 那個星島真的是 不知道在幹嘛 還花特別多時間在上面 不知道還有沒有,他早上的 吃冰淇淋 但有你的軟體 你可以試試看 沒有的話就買麵包 好不好 蝦丸 你應付帖 你封IN 你檢查 我是開麵包 還是開麵包 大家可以 明天 或者還要做 你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的襪子 我選擇 你的襪子 你選擇 好漂亮耶 這也不是裸湯啦 要穿那個泳衣的 大眾的 真的是溫泉 流化物 好 好 看得到螃蟹 像螃蟹在那邊 走過來的話 因為海波的關係 這邊就是比較溫的 水沒有過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松的下面 真的好好看 這邊剛好是在一個雲缸旁邊 所以剛捕完魚下船的阿伯 就走過來這邊 在那邊泡 好 對 我們要來吃這一間 但他非常的倒 沒開 明明就寫 今天有營業 我預判了他的預判 所以我們剛路過另外一間超市的時候 買了很多普及品 有泡麵什麼的 所以我們只好把這些東西拿回去民宿煮 本來想說當宵夜的 所以現在真的變晚餐了 還好我們有多買 走吧 要來島上一定要做 T&B的準備 一定要調查 本來是老闆娘要幫我預約 但是中午的時候電話打不通 所以後來就沒有 然後我們想說晚上自己來看看 就沒開 真是不意外 有可能是因為他是完全預約制的 所以沒有人預約的話 他們就不開了 有可能 這個可能 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 回去煮泡麵 對回去煮泡麵吃吧 好舒服喔 晚上聽那個 海的聲音 海浪的聲音 很Chill 終於有Chill的感覺 是不是感覺這個島可以多拍幾天 對我覺得 也不用多拍幾天啦 但如果你是放鬆的話可以來 然後你要打理自己的食物 這倒還好 我覺得這很重要 吃的都很重要耶 是沒錯 對啊 好早安 這間漂亮的民宿呢 是9點要checkout 但是呢 我們可以把東西放在這邊 然後 早上呢 再去一些地方走一走 廚房 早安 早安 吃早餐了 我們的早餐 昨天的Akepan 他真的就是炸麵包 所以感覺其實蠻油膩的 明日夜口味 又是這邊也是盛產明日夜 甜的耶 香包胎 嗯 很紮實 很像Doughnuts 那種 台式 烤過蠻好吃的 對 熱熱的 沒有黑嗎 還是 好黑喔 真的嗎 是曬黑的那種黑嗎 對 曬黑的 哇 好健康 自己說 當地人的福特 還有今天太陽也沒有很大 雲很多 風滿涼的 慢慢走 這時候快半個小時 這幾天都好健康 走了很多路 不然就是騎 沒有電動的 普通的很難騎的腳踏車 其實真的沒有很多路 嗯 對啦 大概也有幫你 平常在東京市區有時候搞不好走 也是會走到這樣 因為這邊是上上下下的 對啊 我們早就在一陣子上 平常 平常 到了 神影掌望台 今天冷天度比較低啦 但是他說其實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感覺 如果天氣很好的話 風好大 對啊天啊 哇塞 啊好舒服喔 要去溫泉 走 地塔溫泉 對 這是這邊的一個 算是一個景點 說這個洞口 因為下面是溫泉 所以會有熱熱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把他走進去 好可怕 像那個什麼 真實之口 義大利那個 有耶 這邊就溫溫的了 有 有一口溫溫的東西上來了 嗯 有個熱風 就這樣 結束 到了 地塔 地塔 看起來蠻遠的 要躲到那個下面 是 唉唷 日本人也喜歡 刻稻子 有 有一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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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忽冷忽熱的感覺 嗯 因為浪是冷的 然後這邊是水灌的 然後這邊是水灌的 應該這樣子 應該這樣子 而且一定要穿 因為下面真的超滑的 到了 這個也是一個海邊溫泉 海邊溫泉 還在中下滿像的 對 中下在那邊而已 昨天我們就那個港 感覺這會蠻滑的啊 去昨天那個中下 去昨天那個中下 走喔 去買便當喔 吃飯了 不要玩手機囉 我剛剛買的便當 而且還很重耶 啪啪啪 吃飯了 desde這裏 好想請你 また待會 謝謝 謝謝 alles 好只好 好囉 我要做個影片的結尾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這一集 這一集是世耕島 是東京旁邊的伊豆豬島的一個小島 然後我們上一集是在新島 他們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是搭那個東海汽船 像我們一樣搭那個快速Jetboat的話 就三個小時就會到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別的旅遊景點囉 我覺得這個島還不錯 就比較有休閒的感覺 然後是自然比較多的 所以就是寵名鳥叫很大聲 這個影片應該都是 就是剛好是夏天 所以整個是床叫聲非常大聲 海邊也不錯 然後人不多啦 那溫泉也是蠻有特色的 都是在海邊 大家可以來泡泡看 接鎖了兩個伊豆豬島 對 接鎖了兩個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我是G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這影片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就不會錯過更多小島現在的影片 掰掰 回去了 回東京了 好熱 掰掰 邏輝 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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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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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馬哈嗎 在那一船 但是它沒有進鎖 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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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